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夜君寺 RLC Channel OK 那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 2020年烽火轮的最后一款RLC小车 那是一款宝马的M3 那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玩小车的 为什么喜欢玩这些小车 自来想去其实做了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总结 那其实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小车 实现自己一个Dream car的这样一个梦想 比如说有些车是一个超跑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个车的话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经济实力是无法去购买到一辆真车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核心小车 来实现我们对某一辆车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相当于以核心小车来替代一个真车 来满足自己的能教需求吗 我也说不准 OK 那刚刚说的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 买这些小车可以实现一个收集 或者收藏的一个爱好 因为对于一些从70 80 90 后面的就不说了 大分我们小说都是玩 应该是玩火柴河那个环球 上海环球出品的火柴河的小车 长大的 当时我买那些小车的话 可能也就两块或者五块 但是在当时两块五块 折换成现在的购买力 其实也是相当可观的 当我们现在长大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光有火柴河 还有多梅卡 风火轮 很多一些核心小车的品牌 那这时候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 而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购买力 来买一些儿时喜欢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玩小车的一个诱因之一吧 那其实我还总结了一些其他的原因 那这边我就不赘述了 我们抓紧来看一下这个小车 那这个小车我是入了两个 那入两个的话 那是不是必定得要开一个 我是难得会双入 大部分时候是不会双入的 我相信有一部分玩家 他们是会双入 一个拆了完 一个收藏 这次也不知道是脑子抽筋了 还是怎么样 一下子搞了两台 那其实买是早就买了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给大家分享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那今年的2LC的话 可能就给大家分享不了多少了 因为本周三我又没有抢到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怎么一回事 OK我们就来看这个小车 这个小车我是已经切割过了 然后也盘过一段时间了 我把小车拿出来 那我这辆小车的话 其实当时买来的话 我个人感觉是有一些中奖的 就是滚动性特别差 有一些卡轮的现象 但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就是在滚动的时候 这个它有点咕噜 有点卡轮 其实你现在这样看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 但目前的话 其实我还是把它修复好了 还算可以 风火轮2LC的小车 它不是一个车模 但是呢 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车玩具 合金小车玩具 而且是合金的车身 然后合金的车底 然后再加上胶胎 绝大部分呢 还会带一个可动 所以这样一个合金小车 我觉得是比较优秀的 这样一个配置 大部分小伙伴卖 这个小车过来是要玩的 要盘的 而车模的话 就是说模型的话 其实从某种角度 它其实并不适合去把玩 反而是适合一个静态的去欣赏 但风火轮这个小车 它就是给你玩的 所以不要舍不得拆 拆了玩就行了 而这款车呢 是有一个通病 就是前击干 感觉是命不了缝 就是有点呲牙裂嘴 就是盖不齐 就算你使了吃奶的力 摁下去之后 当你放开 它还是会微微的翘起 这个缝隙 应该说稍微有点大 但是也无伤大 这个毕竟 我刚刚说了 它不是一个车模 它就是一个很贵的玩具 然后RSC的话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电镀漆面 是非常的棒 在TLV或者其他小车 好像很少有这种电镀的漆面 如果说有的话 那就是TLV的预当选 这个预当选的话 大家都知道 那个价格 哇 那个价格简直就是 只可远观 而不可现完颜 而且你不一定买得到 就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那个是得你搜集了点数 去抽奖抽的 而且只在日本当地才有 你才有机会去做这样一个抽奖的活动 所以日本人当地 他们也是保有量非常的少 更何况再到中国的话 那是更加的少之又少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可动 其他的话 并没有任何的独立件 这个也是风火轮 就是一贯的做派 它的前脸这些灯 全是涂装 然后后面尾灯的话 也是涂装 然后后面的车牌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正好是它的车架号和车型号 146M3 这辆小车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的内饰 这个方向盘 我们来看一下 它并没有做一个大柄方向盘 是给了你一个镂空的刻画的 之前我记得 2C骑大部分小车的话 并不多 这一款是有一个镂空方向盘 内饰的话 我们大约的看一下 其实也还算有一点刻画吧 并不是说一无所有 尾部的双边双出排气 这个是一个钻孔的刻画细节 但是另外一边 感觉是有磨损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一款的话好像就没有 所以这个风火轮 其实它的品控还是有待提高的 那我这款其实有点命途多舛 一方面基盖是合不拢 然后还有之前的话 滚动性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后面 这个排气 有一点磨损 但这些都不care 这车大家如果买的话 拿出来盘就是了 我想起来 我为什么买两个了 就是因为今年的RLC可能越来越难买 我当时就趁着之前的RLC的价格 还没有被带起来的时候 就是又加够了一个 我想起来就这么一回事 上面的宝马标 其实对RLC来说 其实印刷的也还算可以的 因为毕竟这个标比较小 那其实TLV可能也就差不多达到 这个工艺级别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基盖里面的细节 那这个里面的话 哇 其实是非常的丰富 发动机 然后平衡感 然后各种的细节节操 我印刷的 就是满满当当的 我感觉它这个发动机仓盖下面的 完全就是按照一个 真车的布局来排布的 OK 那本期的RLC宝马的M3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见 See you